我现在所在的纽约皇后区艾姆克斯特呢 曾被称为是这次疫情中心当中的中心 那么这次疫情的影响呢 也是波及到了在这里的小商家 经过了两三个月的煎熬之后呢 这些商家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 而他们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呢 则是游民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是这个正午时分 但是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个街角呢 以及我身后的街道上 都有大批的游民聚集在此 他们在街道上甚至在店内进行逗留 给这些恢复期的小商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两三年前就熙熙亮亮的几个人 然后就疫情过后突然之间就变了好多 至少现在这里有四五十个人 人家都叫什么游民一条街了 客人经常过来可能说很臭啊 然后就说你们要管一下叫警察来 他们在旁边大小边啊 生意就差了好多 有的时候就跑到店里面来 我们因为有公共的水嘛 在那里 他们就跑进来拿水喝 然后在这边洗脸啊刷牙啊 你赶他走 等一下等一下 他们就叫你等一下 然后一直在后面吹着 然后他们就走了 你叫警察没用 警察来的他们都已经走了 然后他们也会问客人拿钱啊 什么对影响很快 直接向客人要钱 直接向客人要钱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店上个礼拜在波罗维上面 他问一个客人拿钱 那个客人说不给钱没有钱 他们就打客人 直接动手打 直接动手打客人 然后幸好店里面有两个西班牙的那个客人 就出来阻止了 然后就跟他们问你干嘛要欺负老人 要打你跟我打到外面打 是老人家吗 对不是那个客人是老人家 然后那个游民就打了客人 所以对你们这个客人量还是有损失的 有有至少三三分一 你们原来是开到几点钟 我们原来是开到晚上凌晨一点 至少现在就开到十一点 之前开到九点 就最近才开到十一点 最早以前都开二十四小时都有开过 现在不敢开了 不敢不敢开了 因为流浪太多了 你有一个员工在这边很危险 特别是女员工 疫情的时候就是特别严重 楼下全部都是游民 有三十几个游民 那些游民也不戴口罩 然后我们不敢开门 现在也是也影响我们生命 就是我们每天呢 就是到晚上一到五六点钟的时候 游民就上来了 白天的时候他们都到那边超市那边 不戴口罩客人不敢来 不敢点餐 只有是Uber那边呢 就是Uber East可以 他们过来点拿完餐就走 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现在就有三层的生意 他进我们店里又要水 又要什么的东西也是 因为我们也 我们就说我们不懂英文 然后就是说也不给他回应 他就反正很危险的 就是我们也是没办法 他会在店里面待着不走 在这边待着 就在前面这边站着 在这边他不走 对他不进店里 就隔着旁边站着 就是说影响 就是客人没办法进来嘛 很多人也是有打警察电话 不过呢现在这个时候呢 警察呢也是说的很少 我们也是说也没有必要在 就是说天天打警察电话 因为行李都那么 就是好多人需要警察 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的也 尽可量的就是没有生意就给他挺吧 能挺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本来疫情当中 这些小商家本来就困难了 那你本来再来杀劳一下 有些客户就不敢进来了 就不敢去关顾了 所以变得这是一个 ongoing的一个的 issue在这边 所以这段时间呢 前段时间真正的前一两个礼拜 我就是很很正式的 就是跟这些 医用办公室跟警局又联系了 说我们真的要怎么处理 我说几个有时间 四月开始到现在又三个多余了 我现在已经七八十个人了 白天在那边吵吵闹闹的 东西路那么脏 我说这边又是我们华人 非常集中的地区 超市啊 地铁口啊 这群人现在六七十个人 七八十个人 我说这些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感染这些的病毒 有没有什么身体的疾病 我想想超市人流这么大 如果真的被影响起来的话 我说真的这是最可怕的东西 对吧 还有一些行人在那边走 你整条街稍微都不拉住 那这个东西 我前几天我车开出去 他们还在路上踢足球 如果一不小心 如果我 远行道上面吗 马路上面 直接在上面踢足球 我这个如果一不小心 是不是就造成交通事故了 那这些是 就变成了 这个东西会引起很多的问题的 好多晚上 大家看过去都知道 他们晚上就是喝酒 然后就睡在马路上 就睡在这些 现在他们也不敢动啊 现在很多这些商家 在报警的时候 警局报警 他们说他们没有 没有 commit任何的 crime 他们也不会出行 还有 homeless unit 这个一取消之后 就变成是没有NYPD 没有一个部门是可以enforce 执法这方面的东西的 因为很多东西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只是游民的问题 OK City Control 这些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或DHS 他们是可以说OK 让他们慢慢去接受这些 shelter或者homeless service 但是如果造成问题的造成骚扰 或者说已经公寄的行为的时候 那就要执法了 那NYPD这个部门已经被取消了执法了 那谁出来执法 就变成说要打商一 我们都知道现在打商一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帮很多的商家 去file这些商一的complain 但是一个小时我们马上去查这个complain 已经被cancel掉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OK 我们每一个游民或者无家可贵的都驱赶 都以一个负面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看待他们 但是如果你现在到现在已经造成大家的这些的困扰 跟证实有这些的记录 对大家造成这些伤害 或者攻击 语言的攻击 或肢体的攻击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说话 真的很郑重的跟相关的部门 医员办公室警局都要讲 一定要处理 一定要处理这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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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